《一非全清天下》 作者 陈九 颇奖 糖醋马提酥 第103章 助手对人体有害 萧天耀的指腹停在林初九的眼角 轻轻地摸缩着 痒痒地 让林初九很不习惯 可萧天耀却没有移开 或者加重力道的意思 就这么轻柔地摸缩着 像是羽毛扫过心间 四目相对 看到萧天耀放大的俊颜 还有黑毛 缩小版的自己 林初九一动不敢动 甚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萧天耀的双眼似有魔力一般 林初九发现 此刻除了萧天耀 他的眼里 脑海里 再也没有别人 全部被这个男人填得满满的 他想要是萧天耀此刻问他 愿不愿意为他而死 他都会傻傻地点头 可是萧天耀没有问这样的话 萧天耀只俯着他的脸 对他道 你是我的王妃 不管萧王府有多少女人 你都是本王的王妃 唯一一个 是 只是王妃吗 林初九不知自己怎么了 问出来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当即惊得跌坐在地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林初九看着江在眼前的手 完全不知所措 他平时不是这么笨的 可今天却 明明想要在萧天耀面前 好好表现 可总是事与愿违 一再将自己笨拙的一面 展露在他眼前 真的好郁闷 蠢死了 萧天耀无视人一般收回手 合上眼 掩去眼里的笑意 林初九郁闷得快要哭了 低头 掩去心里的挫败 自己撑着站了起来 随手拍了拍身上的灰 洋装无视的当 王爷 时辰差不多了 我推你去泡药浴 嗯 萧天耀依旧没有睁开眼 因为他还在笑 时间刚刚好 林初九推着萧天耀过去时 莫神医正好理完龙破 见萧天耀过来 莫神医更加激动了 王爷 虽然只有半株龙破 可却是满了千年 药效极好 不出三天 王爷你就可以正常行走了 多谢莫神医 莫神医的恩情 本王记下了 萧天耀依旧 萧天耀此时已冷静下来 得知莫神医手上有龙破后 他就知道自己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在轮椅上坐了这么久 萧天耀依旧 萧天耀都快忘了双腿自由行走的感觉了 他很期待三天后的到来 不谢 不谢 我们都是一家人 没什么好谢的 莫神医试探得到 而萧天耀也没有否认 当然 他也没有承认 林初九一直当自己不存在 静默地站在一旁 面对莫玉儿时不时丢来的挑衅眼神 林初九只是轻轻一笑 并没有放在心上 玉儿 过来帮我倒药 莫神医却不想自己的女儿 落到和女人争宠的地步 忙让莫玉儿忙起来 她的女儿 不需要放低身段讨好人 这些事 她这个父亲会做好 莫玉儿虽不懂莫神医的用心 可却是非常听话 立刻去了隔间 按莫神医的吩咐 将一干配药切碎 玉桶里 已放了不少药材下去 莫神医试了试水温 说道 王爷 可以宽医了 不需要多言 临初九就会帮 萧天耀将衣服脱下 然后在本外守着的草管家 会进来帮忙 扶着萧天耀坐进玉桶 嗯 坐下的瞬间 萧天耀痛闷一声 脸上闪过一抹痛苦之色 可很快就恢复平静 室内白雾萦绕 玉桶里的温度更高 不多时 萧天耀就全身通红 脸上布满汗珠 临初九没有替他擦拭 只是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 等着莫神医加药 给萧天耀施针 等到室内只有他们两个人时 就坐在一旁给萧天耀读书 莫神医陆续往玉桶里加了两次药 却没有将龙破加进去 直到莫玉儿将切碎炮制好的药材端出来 莫神医这才拿出龙破 莫玉儿是第一次见到萧天耀 全身赤裸的样子 虽然隔着高高的玉桶看不到什么 可莫玉儿仍旧羞红了脸 只是室内温度一直很高 每个人都是一脸通红 满身大汗 再说了 现在众人的注意力都放在龙破身上 也就没有人去管莫玉儿如何 王爷 药材准备好了 我这就将龙破加进去 过场会很痛 请您忍一忍 莫神医的声音有些颤抖 拿出龙破 他很不舍 现在就要用掉 他更不舍 本王忍得住 萧天耀抿着唇 双毛比之前亮了不少 可见他心底也是激动的 玉儿 过来帮爹将药材倒进去 莫神医时刻不忘 给自家女儿制造机会 而看在龙破的面子上 萧天耀没有说话 莫玉儿心里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他坦然地上前 目不斜视 按莫神医的要求 一点一点往御筒里加药材 辅药加了一半后 莫神医将炮制好的龙破 递给莫玉儿 龙破是血红色的 据说是神龙的魂破 凝结而成 枝叶皆为神龙的惊喜 所以得名龙破 龙破只有龙族圣地才有 一般人根本踩不到 外面几乎看不到龙破的影子 偶有几株龙破 也是品性不佳的百年龙破 像莫神医手里的千年龙破 可谓是极品 莫神医手里的半株龙破 经过特殊手法炮制后 提炼出小半瓶红色的液体 莫神医将其交给莫玉儿 由他加进萧天耀的药汤里 莫玉儿双手接过 神情严肃 庄严肃母 就像是举行什么重要的仪式一般 打开 一股说不清的气息扑面而来 临出酒眉头一皱 这莫神医与萧天耀神色如常 猜到这应该是正常的现象 不懂就不说 临出酒不吭声 也不多嘴地问 看着莫玉儿将手里的龙破 一滴一滴地滴入芋头 啪哒 啪哒 鲜红色的液体 比鲜血还要刺目 却没有鲜血的气味 龙破的气味散开 竟是出奇的好闻 临出酒觉得 这世界真的很神奇 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然而 就在此时 医生系统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声 二级警报 监测到有毒气体 什么 临出酒懵了一下 就听到医生系统重复了一遍 而且 这一次将安全级别提高到三级 三级警告 监测到有毒气体 对人体有害 请立刻离开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